26岁生日快乐 澳洲也没归Rosie嫖彩英 作为Blackpink四人中受训时间最短的她 为何能够在出道之后担任主唱和05两个重要担当 1997年2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的彩英 虽然出生于律师世家 但是彩英从小就很爱弹琴唱歌 搬家到澳洲后彩英就一直是教堂唱诗班的成员 15岁那年爸爸听说YG在澳洲举办选拔赛 就问彩英要不要去试一下 没想到彩英一举拿下第一名 成为YG公司新一代女团的练习生 进公司的第一天 她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来自泰国的Lisa 在公司的第一年 她就获得了和师兄GD全智龙合作的机会 刚进YG时彩英是05岛基础 四年后出道时已经是05 这是靠她一千多个日夜拼了命练习换来 2016年8月8日随组合出道后 彩英凭借天籁般的歌声和冷白皮的肤质 迅速在全球走投 江湖人送外号人间秘扫澳洲也没归 2019年4月11日在科切拉夜风中 自以飞扬的金发圈粉无数 2021年3月22日 solo出道的彩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手握YSL和Tiffany两大高射代言的她 更是以极具公器的气质 拿下多少美人的芳心 条彩英风不一定长男弹一定长女好